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被火葬 好歹咨询一下我意见吧 打赏 我要他们 都给你陪葬 对不起 好穷啊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你要是输了 就去帮你妈洗碗 哦 要是我赢了呢 那就去洗菜 做饭 脱地洗衣服 顺便呢 帮你妈洗澡搓背 后上的柴也劈了 听说人死前 会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 所以 我死了 不 不 你是 神仙 佛祖 不 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眼熟呢 呵呵 你到底是谁 我是 你爸爸 这声音 就是你 你这个混蛋怎么还没死 这个问题 我没办法回答你 现在你看到的 只是我留下的一滴残魂 残魂 你有这种能力 为什么扔下我和妈妈 你这个天下的混蛋 这个问题 我也没办法回答你 你现在人在哪儿 这个问题 我同样没办法回答你 那你到底可以回答我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怎么活下去 你现在身处时间裂缝 能来到这里 说明你离死 不远了 要活下去 只能利用你手上的时间手镯 啊 时间手镯 难道是 抵折天卖我的手镯 你知道穿越钱的事 常言道 时间就是金钱 常言又道 时间就是生命 所以生命跟金钱是同等的 一亿亡者币交换一天生命 很划算吧 习亿换一天 你怎么不去抢 嗯 是好过去抢 身为你爸的残魂 私人赠送你十分钟的生命时间 刚刚的对话 已经用了两分钟 你还有五分钟 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喂 等等 再见了 我的儿 希望你能活下来 并找全我剩余的残魂 他们能解答你心中的疑惑 最后 祝你复刻敌神 拜拜 他们被炸死了吗 这是什么 对 他们之中 有构建性能力的武者 继续炸 继续 胖子 你重死了 快给我下来 对不起 你 你 你没死 等等 那家伙说我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这鬼东西要怎么用呢 对了 刚才忘了说 你的血液可以启动这个手镯 再见 血液 正好地上到处都是我的血 还有四分钟 本科 撤掉护甲 外面 很危险 我饿了 大大大 冲上去 你们别过来 我手上有炸弹遥控器 是我们大大大制作的炸弹 对 我截库里存放大量炸药 只要遥控器按下去 你们全都要死在这 所以你们别过来 老猴子 你按了 你为什么按了 他们也没过来啊 你为什么不按剧本走 你突然给我那么多特写 我紧张啊 凭什么大家领一样的合法 叫我有那么多对白 直接做不到啊 就是现在 坦克 撤掉护盾 还有两分钟 两目灯 苏家 苏杰 苏杰 传闻陈大师 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画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嗯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灰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山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最不容资 就连斗雀公的古鲁丁风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仙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圣面杠 解锁漠视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全家全红武功在世 你是说 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勾结了 何时才能为您告证吧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北周二 周四 周六更新一集 火爆上限 等你来看